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遇到困难与坎坷 能够独当一面 为家人解决困难 有本事的男人 大都是在某一领域比较成功的男人 他们以己之常 赚得盘满不满 并让妻儿父母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哪怕不能大富大贵 但也能小富即安 哪怕生活中偶有意外出现 男人都能够积极承担并解决问题 客观而言 女人最讨厌的男人只有一种 脾气大 没本事 这种男人有典型的直男癌特征 自己好吃懒惰 没有能力 不会赚钱 还瞧不起独立女性 那么 越是没本事的男人 越爱说这三句话 第一 男人不做家务 我们不排除婚姻的其实是爱情 然而 当激情退却 两个人是万万做不到时刻相看两不眼的境界的 所谓婚姻 无非就是四字 妥协 共存 如何合理的做好这四字 需要包容和理解 那么拿做家务来举例 一个男人若想让妻子全权承担家务 那么男人必定要承担所有的经济收入 倘若想让妻子与自己分担经济负担 那么对应的 男人也要与妻子一起承担家务 反倒是那些没本事的男人 一方面赚钱不多 另一方面还把所有的家务活推给妻子来做 理由是 真正的男人是从来不做家务的 这样的说法 无疑是自负的表现 当然 现实生活中 许多人说女生要富养 交养 我是非常反对的 我认为无论男女都该从小分担家务 从小认知自己也得要付出 以后和伴侣一起生活时才懂得感激 第二 都是你的错 婚姻生活中 夫妻之间难免不会产生矛盾 偶尔的争吵虽然司空见惯 但是不正确的沟通与化解矛盾 则会影响夫妻之间的美好感情 好男人擅长哄女人开心 而且在婚姻生活中 具备很高的情商 男人越有本事 情商越高 越懂得退让与宽容 因为他们知道 女人在争吵时 根本不讲道理 而是在乎男人的态度 所以 有本事的男人 会先引导女人发泄情绪 安抚之后 在讲道理 反过那些没本事的男人 没有解决之道 只能感情用事 用情绪处理问题 处理问题 要带情绪只会越来越糟 有能力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争吵 对骂 发脾气上 认为发脾气 并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王小波有句名言 人的一切痛苦 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同样的 人的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表达 一个没本事的男人 在夫妻吵架的时候 喜欢把责任都推到女方身上 会告诉女方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若是妻子反抗 男人甚至会大打出手 殴打妻子 第三 我就是这样的人没本事的男人脾气大 但是在发完脾气以后 往往会趋于冷静 有时 后 发完脾气后会觉得很后悔 越想越内疚 越想心情越差 这时会说那又如何 反正脾气已经发了 糟糕的心情越可能使脾气越来越大 面对他人的指正 没本事的男人 往往无动于衷甚至表现出破冠破摔的状态 他们时常会对外界说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种表现 与无赖无益 虎人常说 天行见君子 以自强不息 男儿当自强 作为一个男人 不能如扶不起的阿斗 不能向那尼扶不上墙 没本事的男人 没有能力与目标 在生活中得过且过 不求上进 嫁给这样的男人 婚姻里很少会有幸福和浪漫 所以 遇到有上述三点特征的男人 女人一定要避而远之 莫不要嫁给这类人 葬送了一生的幸福 你在生下的专家 葬柄身边 羽翔